收副校長、林院長、親愛的夥伴們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很高興 過去我們在這裡辦的音樂圖書館的一個欣賞會 基本上是錄音或者是其他的LP 都是轉錄下來 今天我們特別請謝啟斌老師跟我們做一個現場演奏 現場演奏有他的魔力 就是說如果各位去看球賽就知道說 你在看這個總播的話 就比不上說你在球場上很exciting 非常非常刺激 謝老師是福祉人 他在我們念完高中之後 在比利時的皇家音樂院 有關於這個傑士小弟子方面 他能拿到碩士的一個學位 那目前他是我們回來 是那個奇兵跟凱雅二重座小提琴手 那在四天大學的音樂系任教 那我想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 那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也能熱烈的早晨歡迎 謝老師 今天下午我們要為各位做這個介紹呢 其實可能是一個大家很熟悉 可是卻又有點陌生的一個音樂的種類 那這個種類是爵士樂 就不用懷疑 我們大家都是看著爵士樂的講座才來的這樣子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我帶了自己的樂器過來 那就跟大家都會 大家都是醫學界的精英 然後都是專業的知識分子一樣 你會發現說其實一項東西 在他的感性層面 比如說音樂 在感性層面以外 他有他的知性的理性的一面 那這個理性的一面 他不是會去阻礙我們聽音樂樂趣 他反而會在有時候會增長我們聽音樂樂趣 因為我們開始聽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老師我很喜歡聽爵士樂 可是聽不懂 聽不懂 我這是什麼 聽怎麼這樣子 一下子好聽一下不好聽 有的好好聽有的好難聽這樣 聽不懂 一片面試的這樣去認識 然後 有的人會說 爵士樂是什麼 爵士樂是 薩克斯風嗎 有薩克斯風就是爵士樂嗎 如果有薩克斯風就是爵士樂 那我今天不用混了 我可以回家了 我拉小提琴了 怎麼辦 小提琴那我是不是應該要 在國家音樂廳 然後穿著這個燕尾服 然後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嗎 就跟大家認為說 醫生是不是一定長的就是那個樣子 我看不太可能吧 因為我看每位長的都不太一樣 有的他不太像醫生 不太像那個 護理人員這樣子 所以 今天我們要為各位介紹的爵士樂的方式 就是我希望能夠用比較互動式的方式 跟大家講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要讓大家從音樂 從演奏 從我的解說當中 我們去認識爵士樂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去 喜歡 或是他有多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一樣 爵士樂對太多人來講 都有一種似似而非的觀念 或是說會有一種很模糊很模糊的觀念 因為大部分的人聽到爵士樂的話 大概第一件事情是想 不太可能會是在白天發生的 爵士樂跟吸血鬼差不多 只要講到爵士樂大家都講到晚上 然後都是12點以後 然後通常都是會有一些關鍵字 你們現在講關鍵字 會有關鍵字 夜間的 情調的 銷魂的 什麼 聲音 沒有聲音 聲音是別的 還有其他 就是一些 聽起來什麼 什麼三琴的薩斯風在夜裡 在你的耳邊呢喃 為你吹奏的一首一首 術中曲什麼 類似像這樣子 你到 這不是我講的 你隨便到那個什麼 家樂福大賣場去看人家買CD 都是這個名字這樣子 或是另外在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現象就是 爵士樂跟文學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大家可能很熟悉的 像春上春樹 春上春樹大家可能很熟悉 就像說 爵士樂 晨起的我 聽聽爵士樂 就像是早起的鳥兒有從事一樣 它在旁邊吱吱的叫 我就聽了爵士樂就很快樂 大家都是會把它想成這樣子一個 比較 文學性的一個想像 所以 變成說 長久以來爵士樂 就是變成 有一點點 在 台灣變成好像 是一種 文藝青年 然後 為了附庸風雅 然後就去聽爵士樂 我聽爵士 我跟人家聽5566是不一樣的 就變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說我不聽 我跟我聽那個 我也不聽古典喔 我就聽爵士樂 我比較酷這樣子 或是有的人他會聽前衛音樂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爵士樂真的有這麼可怕嗎 爵士樂有這麼奇怪嗎 其實沒有 爵士樂的這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於他的吉星 吉星 爵士樂的靈魂 對不對 爵士樂 你看 他說他寫說 吉星不是等於 我這樣好像那個什麼名嘴爆料 你看 這樣 李勸 35萬 你看 那個 他不寫說 吉星等於爵士樂 他不寫說 爵士樂就是吉星 他寫說爵士樂是 爵士樂的靈魂裡面是吉星 也就是說 爵士樂還包括其他的 他有肉體 還有 比如說各位很熟悉的器官 然後各個不同的部分 還有歷史原流等等 可是 吉星在爵士樂裡面佔的 非常非常重要 他可以說是他的essence 就是他的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 吉星 你說吉星 什麼是吉星 我一般是講說 吉星就好像你今天是集席發揮 就好像你今天說我要演講 那我就集席演講 可是集席演講 你是不是也要有個題目吧 你中間有個題目吧 比如說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我的志願 或是我關於什麼什麼什麼 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要有一個文本 你要有一個 一個原來的意思在哪裡 可是你吉星不是說 像這個中文字看起來 吉星聽起來 喔 青菜你就 青菜跟阿豆腐 青菜 你就 這樣不叫吉星啊 這個叫做要去看那個 賴醫師的科 神經科 對不對 那是 不一樣的事情 你今天要做的事 吉星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 你用腦子裡面的組織 你自己去 去組織 你的心裡面的一些樂師 然後你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把它呈現得好 那叫吉星 比如說 如果說 我拿了一個樂器 我說 欸 吉星 然後我就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個好聽嗎 欸 搞不好有人覺得蠻好聽的 對 可是如果我今天吉星 音是這樣的 1 2 1 2 3 1 2 3 2 3 1 3 2 3 2 3 1 3 2 3 3 4 2 4 1 4 2 2 2 3 2 4 2 4 3 3 2 3 3 2 4 2 3 4 4 我想說今天這個可能是謝老師在家裡準備了好久好久 然後練習 然後很怕音錯 然後 然後有無限補啦 不是 這都是我剛剛來到這邊看的各位的臉 所為各位所做的一個反射 這是我給成大一學院的卸購 可不可以再來一次掌聲一下 拜託 在集星的時候 爵士音樂家呢 我們今天不是要教各位怎麼集星 我讓大家看一下說 集星音樂家在集星的時候 他所平具的一個規則是什麼 他的一個原理是什麼 看到很多什麼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人彈吉他的 有沒有 舉個手一下 有沒有人彈過吉他 有嘛 你會看這個吧 什麼C major 7 什麼 不要念成AM A minor 然後什麼 G7 你會看到一個樂譜上面都會寫一些 這樣五圍補的這種和弦 那這個和弦沒有什麼 他其實只是一個音符的表達方式 那作曲家呢 他就把這些 比如說他把一首曲子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 你看以前像莫達特或是貝多芬 他就是中中實實的 他今天音上面是什麼 我想你看過以前其他講話 他就是說 我就是譜就寫下來 比如說 Do so Mi so Do so Mi so Re so Fa so Do so Mi so 有沒有聽過這種名字 對不對 那可是爵士音樂家不是這樣想 他說如果是 他就說那我們這樣寫太麻煩了 我們就把它寫成它是一個C 大調的一個和弦 我們就使得寫成C major 那C major它會有Do Mi so 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去做變化 那如果今天是比如說 D-7它就變成是 Re Fa La Do等等之類的 所以 你會看到音樂家有一些這樣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變成一個是作曲家 那一種是 即興者 作曲家跟即興者 現在對你來講 聽起來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一件事情 說好像 怎麼作曲家就作曲家 即興者就是分開的 可是你不要忘記 我們音樂之父巴哈 他在作曲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即興者 你現在看到了巴哈的樂曲 他都是 比如說 你會看到他拉 比如說 有沒有聽過這個曲子 巴哈 喔!巴哈都聽過 那我不能亂拉 還會拉那個 喔!大家都聽過欸 那我可以走了 原來這裡面的數值這麼高這樣子 比如說像剛剛這樣子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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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是爬下去 可是你看當時麥仔的時候 他並沒有寫完整בתana 他只有寫一個g 然後可能比如說gmine 他不是這樣寫 他只是寫一個什麼數字 數字低音 數字低音然後他就上面極心 然後後人呢 把它寫下來 那像古典音樂常聽到的像比如說 你看那個叫cadenza 有沒有 一個小琴学究曲 然後後面就會 比如說 然後樂團就在那邊 然後最後 最後 最後一定是這樣的 然後指揮就突然醒過來 然後大家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這樣子的 有沒有 所以現在你聽到 像我以前是學古典音樂的 我以前在看這種卡電達的時候是 我也沒有急心耶 我是看著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米歐斯坦的版本的急心 謝林的版本的急心 然後我就把它急心照著演奏 可是你要知道 你看這以前 那個時候是音樂家會急心耶 他自己就這樣急心 他會照著莫達特的風格去急心 他會照著這個 比如說蔡克夫基的風格去急心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 這種急心的東西在 古典音樂裡面已經消失了 可是在爵士樂裡面 他確實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爵士樂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就是 他的曲子的格式其實很簡單 他曲子格式就是 我剛剛大家看到獎益上 比如說寫什麼 十二小節 什麼三十二小節 小節是什麼 就是 這樣子 一個小節有四拍 然後這樣小節 也是像這樣子 就好像你今天 脊椎會有幾節幾節這樣子 好 然後 我們就是這個小節 他的格式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 我們上面 除了旋律 第一次旋律急心完 旋律詛咒完之後 大家就開始急心了 那急心的時候 就看你的功力 也就是說 我只是幫你 開個頭而已 幫你開個影子而已 然後最後 重點是要看你急心的部分 要看你急心的部分 比如說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 如果今天說是一個 十二小節的 藍調 首先呢 因為今天我只有來一個人而已 所以各位觀眾 就要變成是我的 伴奏的樂隊 你要幫我打拍子 請你幫我打在 跟我一起這樣做來 把你的中指伸出來 你好直接啊 中指伸出來再加上大拇指 就是這樣 會不會這樣做 不會喔 表示你的肌膚不夠乾燥 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好 我們一般在絕世樂裡面 我們在古典音樂裡面是 比如說 有沒有我們那個重拍是 或是 有沒有我們是這樣子 可是在Jazz裡面 最基本的Jazz裡面 他是這樣 他倒過來 1 2 1 2 3 4 1 2 1 2 3 4 好像你現在 1是左腳 2是右腳 他變成是 1 2 3 4 1 2 3 4 他變成拍子在後面 他不是 動 動 他變成 變成 我可以講台語吧 就是一個 現在呢 各位就跟著我 幫我打節拍 我拉一個Swing的句子給你聽 一個爵士樂裡面 常見的Swing劇組給我聽 來給我一個拍子 來 1 2 1 2 3 4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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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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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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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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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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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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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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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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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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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會看到說 爵士即興者他就是比如說一個曲子是寫這樣 我們待會有音樂的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是十二小節 變成說你同樣這個 你要咬什麼 這個要咬兩次嘛 所以你有十二小節你要咬幾次 二十四次 二十四次等於是一個循環 就好像一個章節 一個章節 然後完了之後再來一次 然後完了之後再來一次 到沒有力為止 這是爵士樂的一個 好像在打籃球一樣 爵士樂的一個很基本的 他不是說我拿球卡 我拿球卡下去這樣子 或是我就足球拿球 我直接抱著就跑去投籃這樣 你要有規矩對不對 你要打籃球要規矩 你今天踢足球要規矩 你今天演奏爵士樂 你還是有一個規矩在 我知道我藉由這樣子 能夠去知道說爵士即興者他的功力在哪裡 就好像你今天我說我限制你說 你今天你要講一個講題 我只給你五分鐘 我只給你五分鐘 然後你只能講什麼什麼什麼 不能講什麼什麼什麼 跟辭職入口一模一樣 好 然後講講講講 你要接接接接到最後 然後就會有文武大考驗 可是你就是要想辦法 最後冠軍要不然誰 就要吃那個打滋的牛肉麵 一樣的意思 好就有一點點這種競技的效果 有一點競技的效果 有一點競技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東西 OK 所以 這是一個爵士樂最基本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 先讓大家知道說 他不是天馬行空的 他也不是說 就是說 喔 即興就是 一定聽到很多人講說 爵士樂手都是天才 對不對 都是天才 不然就是說 爵士樂手都是吸毒者 都是吸毒者 那我每次只要聽到這個 我都跟人家講說 只是喔 你說他吸毒者 好那你就 拿個骨科捷麻 我打下去看看我會不會急心 這樣 我還是不會急心啊 你把海洛威打給我 還是不會急心啊 重點是 那個 規則 那個法則 在 那個東西在 他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後面那個東西只是一個 好像你抽大麻煙 他只是一種 就是助性的效果這樣而已 所以 他天才與否 他就是庸才也罷 或是他是吸毒者也罷 或是他像我們這樣是正常也罷 你直接掌握只是這樣的格式 那 你這樣子的好壞 取決於 就是你如果這個東西越厲害 你就是 越厲害的樂手 這個東西就很遜 就是越爛的樂手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而已 沒有什麼好去爭辯的 我們看一下 我們說 上面我們說 A啊 我們說遵守和弦的進行曲式 而非完全天馬行空文藝式的想像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那第二個 我們說依據樂曲的調性跟色彩來集星 保持節奏的律動 剛剛大家都會了 然後必要有動機跟樂師上的發展 比如說 什麼叫做動機跟樂師上的發展 比如說我今天集星的時候 就跟你今天聽華格納一樣 你會有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女武神動機什麼動機 然後一般我們會聽說有一個動機 那動機很簡單 比如說像這樣子 比如說 兩個音 如果我今天用同樣的方式呢 大家再幫我打節拍好了 1 2 1 2 3 4 1 1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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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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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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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去接受這樣的是我跟你講的最簡單的 命運教堂曲 這就算你沒有聽過原曲你也至少聽過手機鈴聲吧 那手機很好玩耶 都會有那個 或是 我每次在那個逛街的時候都會聽到很多很好玩的那個 會聽到這種東西 會像這樣 回來講貝多芬 他把他寫下來 然後他就開始在 五線譜上面 就好像各位在 書桌上面 他就開始在那邊 寫 喔啊這個地方要 長笛加進來 這邊要 小號 喔 喔 收起來 他就是要把他做出一個很澎湃的效果 可是我是一個爵士樂手 他就只達那個動機而已 他就這樣子 1 2 1 2 3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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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這個音樂的時候 他就不是像你看到說他怎麼 只有在訴說你等待救贖的靈魂這樣子 他其實在做 這是一個他自己在那邊 做一個自己跟自己鬥志 自己跟自己玩那種 所謂的主題與變奏的行為 那我意思嗎 你們聽過這個名字嗎 主題變奏 那像小時候我們主題變奏像 比如說你聽主題變奏是像 啊 啊 這個有沒有會拉小提琴的 有沒有 都沒有嗎 然後他們就變奏 不是 就把它寫好 把它寫好然後你就是好像把一個原來 很漂亮的一個人然後你把它裝飾 你就加上去有的沒的這樣子 可是 爵士樂不只是要你裝飾好就站在那邊 他變成要你自己本身那個模特兒自己 就要自己能夠會機智的去反應 這是爵士樂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好了 同樣的一個樂曲 讓不同的爵士樂手來演奏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Kide of Blue Kide of Blue 簡稱為泛藍吊吊 好跟今天後面布木是一樣的顏色 Kide of Blue 請注意喔不要寫成King of the Blues 很多人會寫King of Blue 像BBS或是King of Blue Kide of Blue 就是他只是 寫說有點猶豫 可是並不表示他就是一個藍吊這樣子 你會發現 在前面有一個主題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吉星 那這個吉星是很大很大 因為他是輪流吉星 那一個人可以吉星跑幾遍 那最後再回到主題 那這個吉星的時候就好像你的成大的操場一樣 比如說我們就約定他的操場是2000公尺 然後第一個吉星者他就 我就跑 我就跑 跑一圈 就是剛好跟這個一樣場 跑一圈 還有力氣嗎 再跑一圈 還有力氣嗎 再跑一圈 好好好 走到沒來啦 好 換手 然後就接棒換給下一個人 換那個人就用他的風格來跑步 或他來跑 跑跑跑跑 好幾圈 好換人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一直換 然後後面會有幾個人呢 注意喔 我寫下來 這叫rhythm section 就是節奏組 這節奏組呢就很像那個 隨隊的那個隊衣一樣 他就隨時在你旁邊 助跑 通常他是鋼琴 bass 跟鼓 爵士鼓 三種樂器 然後呢 他要 隨著這個吉星的人他跑快 他就跟著他跑快 他跑了激動 他就跟著他激動 他跑的就是 開始覺得我要用一點技巧 我要保留一點實力到後面 他就跟著他這樣子往後走 我這樣子講 你會不會覺得我是在 那個 講假的 我們聽聽看可以了嗎 第一手 這音量可以了嗎 好 前面是一個前奏 在醞釀那個氣氛 在醞釀那個氣氛 跑上還沒結束他跑500公尺而已 一千公尺 一千一 一千三 一千五 一千三 一千五 兩千公尺除以四 一個吉星 換我 1 2 3 4 5 6 7 8 500公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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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一千五 一圈跑完了,第二圈 喔,我氣比較足了,我可以用比較長的氣來跑 你會聽到一個鋼琴手 他彈什麼 一個在前面講,後面說 Yeah,加油 You can do it I know you can do it 把他推就對了 這就是集星了,後面要集星了 阿鼓呢 把他維持那個速度 Bass呢 Walking Bass 好,換人的,換下一個 I know you can do it ín 之後 加速 開啟 會不會發現,開始用同一個句子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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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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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跟剛剛那個小號不一樣 daar 對不對兩個句子不一樣 一個是比較簡單 齁這個就會 嘴 Delta 嗯 哇 áci 我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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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它高拐 可是你看 鼓會跟著它 它比較俏皮 我就跟著你 你不要算了 趕緊算了 好 就是類似這樣 這樣子 Lip balm 悵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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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悵悶 很厚耶 非常厚耶 非常厚耶 我跟妳講 齁 鋼音手等好久 歡迎換到我 這鋼音手大家都很熟悉 的Bill Evans 那有沒有發現 剛剛這些受他幫助的人 通常來回饋他了 Oh yeah 有沒有 所以這個只要有發燒音響才做得出來 在電台就做不出來這樣子 把他繼續齊心 他就休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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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关了吗 吓我一跳 我以为他怎么自己停下来 还没完 还没有要进广告 慢慢的 对大部分人来讲 他可能会期待说 爵士院是很热闹很轻松 然后很热闹 因为现在全台湾你只要 我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你只要 用爵士音乐节的那个 名义去编列 比如说成大爵士音乐节 你马上在台湾市政府可以拿到预算 真的 因为所有的地方政府所想认为 爵士音乐 爵士 就是大家这样热闹 以前都用摇滚 对不对 在以前都用什么 雷射晚会 雷射反毒 有没有 然后雷射 青少年功利反毒 然后再来就变成摇滚 然后现在变成爵士 因为那个政治人物不懂 他就听 人多多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很这个闹 就比如说 他们会认为说 比如说爵士乐就是把你 比如说丢到安平古堡 然后晚上 然后很这个闹 然后上面在演奏 下面在吃烤香肠 这样 这就是爵士乐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很大的困扰 你看那个广告 广播电台 张大春 他只要开始讲 介绍一本书的时候背景都放爵士乐 因为他不会像摇滚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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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会像周杨森林这样子 一直唱 有唱歌这样子 他就是 可有可无这样子 就变成爵士乐一个 很悲哀的一个 现况 在台湾变成爵士乐是伴奏 就跟我刚刚讲一样 今天 比如说我今天讲说像南科或是竹科 我常常会接到一些电话 他说老师我们想要公司服务委会要办 那个晚会烤肉的 你有没有什么爵士乐团这样子 最好是要有人唱歌的 然后 沙克斯风 不要有吉他 OK 所以 爵士乐在台湾被认为是 有沙克斯风的有女歌手唱歌 那女歌手最好还穿辣一点 最好是穿短裙 然后能够穿低胸的 然后最好声音很沙哑 很沙哑 好 讲话都是 好 然后都一定要唱 I love you baby but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这样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样 然后 乐手在后面就这样子 然后沙克斯风 然后 下面的人就继续在游泳 然后在那边 吃打香肠 然后在那边 烤小鸟 之类的 好 就很可怕 爵士乐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爵士乐在台湾从一开始被大家认识的时候就认识错了 你现在到随便到路上 你到什么东门路啊 什么路上去看 教授爵士钢琴 你跟他进去说老师我想要学那个唱片里面的爵士乐 他教你也不是 他教你也是怎么样弹 海上花 教你怎么弹漫步 恰恰恰 教你怎么弹 自弹自唱 然后你到西餐厅去可以唱歌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 我们对爵士乐的认识不够 所以变成大家把所有只要看这种和弦的乐曲 通通叫做爵士乐 都叫爵士钢琴 所以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我们没有 就变成说第一个 在老师的养成过程当中 他在教你的爵士乐爵士钢琴这个名字都被误用了 第二个 刚刚我讲的这种辅委会性质的爵士乐团 大家都希望爵士乐能够是做伴奏音乐就好了 他变成一种最没有冲突性 因为听古典乐好严肃喔 你在下面烤香肠打小鸟 那上面演奏那个 不是很严肃吗 对或是 哎呀嗨不起来 对啊 然后你放摇滚音乐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吃起来就很辣这样 最好的就是像这样子 耶 来吧 来抽个烟吧 喝个红酒吧 这样 哎呀很有气氛啦 然后就会有那个 一个叫约翰的在走路啦 然后会有一个 一只马会跑出来 上面有一个脚之类的这样子 大部分真的是这样子 对于爵士乐的想像就变成这样 其实爵士乐开始 跟各位呢 念这个医学的很大关系 爵士乐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混血的音乐 它是一种混血音乐 它原来的出生一点都不高级 它不是什么noble steed 它不是那种 就是什么血统存证 然后还有发证明书那种的 它一开始是出现在哪里 它出现在美国的南方 有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在去年非常有名 因为它被摧毁了 纽奥阳 对不对 它被哪一个台风 预风摧毁了 Catrina 对不对 Catrina台风 就一个城市你看看 你看那个电视新闻 你看放眼望去都是黑人 有没有 很多黑人 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快要被放弃的一个城市 它唯一能够剩下的就是 靠着它的一个 就是一个 曾经有爵士乐跟南调乐的名称 然后办一些爵士乐的音乐会 可是其实真正的爵士乐 正是不在那里 它是一个起源地 它一开始就是 在当时美国为了要殖民 就是让很多 它为了让很多 那个 大家种它的经济作物 像棉花 然后它就 不够人手 它就从大西洋的另外一端 当然它不会从欧洲 它就从大西洋另外一端 叫做非洲 到那边 把黑奴 用非常 不人道的方式把它抓走 抓过去那边 那 它这些黑人 我们就不讲它的历史了 这些黑人 它本身就有非常强的律动感 你看现在的那个什么 hiphop 的那些音乐家 或是像你看那些 玩funk的音乐家 几乎很多都是黑人 因为他们就天生有那个律动感 为什么 黑人在玩这种black music 跟打NBA 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律动感非常好 你帮我试试看好了 你可不可以做 可以跟我做一次 可以跟我做一次 大家一起来好了 一二三四 各位都是社会精英第一志愿 这样 然后考上成大医学院 好 你听这种音乐的时候 我刚刚讲啊 它血统不是纯正的 所以它原来就有点 有点野 你知道吗 它有点就是 我们讲wild thing wild thing 它本来就是来自一个 那种下里巴仁型的那种音乐 所以你比较要有一个 咚咒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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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你要不想 你要想办法是不要脸这样子 可不可以跟我做一次 好我们做简单一点好了 这样好弄困难 我想各位可能有学过国文吧 来我们用中文字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会吧 一二三四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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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要注音嗎 不用吧 一 二 三 四 你還有30分鐘 OK 很好 這就是我們在音樂裡面常常講到的groove groove groove這個字很難翻譯 我們姑且把它稱為叫律動 在古典音樂裡面的groove的律動式 比如說你聽到是像wave一樣 就是像一個波浪 比如說 有沒有聽過這個莫達特的素敵協奏曲 像這樣 可是在這種律動音樂 你看是jazz,blues,funk,r&b,hiphop,soul 它音樂就是 或是像blues 或是演奏的時候 好 比如說像我 我家即興的時候 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 Chris Rock 或是Eddie Murphy Hey man Hey man Hey man What's up Yo I ain't got nothing man 好像香港人 這樣 他講話的時候不是 Hey man You my brother You yo Yeah Oh come on yo Check it out yo 他講話會 你隨便來 你講個check it out給我的音樂 大部分都是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這樣check it out 有沒有聽過日本人講英文 有沒有看過日本人報NBA 好 好 大家就覺得 我每次聽那個 我都把它轉成那個英文的 嗨嗨嗨 旁邊就有一個 嗨嗨 很痛苦這樣 很痛苦這樣 所以你今天聽那個 美國人在講話的時候 他講話的時候會 會 會說 I ain't got nothing 我們就是 I ain't got nothing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聽過人家講是怎麼講 Hey How are you This is a book 有沒有他會有一個 我叫好像徐薇 不過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book 你知道 然後會講一個 I ain't got nothing 他會groove 他會有律動 所以音樂也是 從這種地方延伸出來 音樂都是長這個樣子 他會有律動 只是律動不一樣 不太一樣 會有不同的腔調 沒有一樣的 Q 你知道嗎 尤其像爵士樂的Q 可能就是這樣這樣 比如說 Do 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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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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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這是Jazz的 如果是Blues Come Everybody Join us Keep your hand 每個都是這樣 BB King 有沒有聽過 BB King 大家都這樣 如果是到Hip Hop 就是 Yo Yo Come on Bubba Everybody 一起來 Come on 大家一起來 跟我一起來 一起來 然後就會有這個 真的很高興來到這裡 撐到醫學院 我們站在這裡 為各位講爵士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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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為 Hip Hop只有 Come on Everybody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這樣 聽起來 Come on Everybody Check Out Check Out 你又不是住旅館 他會有字 他會押韻 這所有的這些東西 原初黑人的這種音樂 都會有像這樣 比如像剛剛我們講的Funk Funk音樂 Funk音樂 你可以聽過 前面的人應該帶雨傘才對 他會有像這樣子 然後像有一些像R&B的 Tsk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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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張惠妹或是桃哲王立宏 他們就比較洋派 而音樂他們就會這樣子 比如說 什麼 什麼 比如說什麼 Come on baby Tsk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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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有這種 可是如果你今天叫一個 比如說 范宇文老師 叫他唱這種歌 Tskdok Tskdok 他會唱到沒有On的Groove 沒有在這個Groove上面 所以你看 像我剛剛講這樣 你要像這樣的Groove 然後現在呢 各位要跟我一起玩這個東西 既然呢 大家都吃飽了這樣 來跟我一起來 1 2 1 2 3 4 Tsk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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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1 2 3 4 成大哲學院 全國第一志願 高才生 這個ch 這番後我會講 1 2 3 4 你以後開車的時候 轉換他看 左轉又45度 不用 1 2 3 4 是我的那個啦 細點 1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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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夾八咩 2 1 2 3 4 夾八咩 你看我把夾八咩改換喔 夾八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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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用一個更簡單的好了 欸你們知道有沒有人是那個縱貫線的 沒有我不是說你是黑道 我是說那個 你們住在雲林的有嗎 有雲林人 有家人嗎 也沒有 你們坐火車的時候你們可能是建中北一女畢業的 然後你們每次坐火車都會經過一個火車站 叫做雲林的抖六站 你們知道抖六吧 抖六 抖六的台語怎麼講 倒六 倒六 倒六這個字呢 就是我們在Jazz裡面講的Swing Swing 不是不是Swing 是Swing Swing就是這個 你看如果今天 叫古典音樂 倒倒倒倒 可是在Jazz裡面可能變有 倒六 就變成倒六 就變這樣子 你看 倒六 倒大 倒六 二三四 你是2266的喔 哈哈 bye Que se de la la que se de la la 跟我演一次 你再回去聽唱片裡面會發現 就像這樣 我最近又發現另外一個字 另外一個地方很適合我們當那個Swing的 彰化的惡靈 會有像這樣的味道 我們聽一下那個歌手在即興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沒有旋律 他都在即興 可是就是那個節奏 你會覺得那個節奏好好聽 然後那個就很暢快那種感覺 這是他的即興的方式 這種歌手即興的方式叫Skid 剛剛我這樣 你現在聽到這種東西就是Skid 簡稱為擬聲唱法 他有叫格式喔 格式怎麼樣沒有關係先不要緊張先聽 字幕提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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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